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脱道法语 十 皈依佛法森将不再会怕焦虑 有四件事可以增进智慧 对在人道中的众生有很大注意 哪四件事呢? 即结交善人 听闻佛法 明智留意 依法修行 八正道的修学 游浪汉 难提爷 问世尊 有哪些条件 在休息与发展之后 能引人走上涅槃目标? 世尊大 难提爷 有八个条件 在休息与发展之后 能引人走上涅槃之道 达到证悟涅槃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标 正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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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有五個最適於奮鬥的階段 哪五個 一 當人年紀輕 頭髮黑 正處在青春全盛時期 是第一個適於奮鬥的階段 二 當人的身體健康 消化能力強 身體不燥熱也不虛寒時 是第二個適於奮鬥的階段 三 當沒有飢荒發生 糧食固者 問題 人們可以靠朋友的幫助 過火時 是第三個適於奮鬥的階段 四 當人們和睦共 情感水乳交融 目光溫和友善 彼此毫無紛爭 相親相愛時 是第四個適於奮鬥的階段 四個適於奮鬥的階段 四個適於奮鬥的階段 和睦共和睦共處 不互相弱罵 控訴 爭吵 爭辯 都同意一種教會 信心不足者 或可信心 依據信心者 更進一步加強時 是第五個適於奮鬥的階段 活在快樂之中 活在快樂之中 一 別視察他人之國師 別視察他人已做和未做的事 並視察自己已做和未做的事 二 當人輕滅有過之人 又常懷愛慕之心 他的煩惱不斷增加 難以消滅 三 為當你能做到你所教導別人的 那麼你抑制了自己 你便能抑制他人 的確 抑制自己是艱難的 四 你一定要欠勞 四 是的 四 你一定要监视自己 你一定要省察自己 守护自己 保持正念 比丘 你会活在快活中 所谓的思维 心或意识 在日夜里不断地生气又消失 就像抓着树枝 在树木丛林中摇淡的树枝一样 放松了这只手中的树枝 又即刻去抓另一根树枝 所谓的思维 心或意识 就是这样在日夜里不断地生气又消失 通往涅槃的道路 流浪汉坚布凯达卡来问摄利弗尊者说 他们都在谈论着涅槃 摄利弗到底什么是涅槃 是否有不尽可以通向涅槃 是否有不尽可以通向涅槃 可以通向涅槃 这是摄影着涅槃 是有这么一个途径 是有这么一个途径 是有这么一个方法的 那是什么 摄理府 朋友 那是八正道 即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与正定 这是一条吉祥的通道 是个证悟涅槃的吉祥方法 也是认真修行的好理由 德行的中药 德行的中药 一 在此时间 仍应谨慎地休息德行 因为德行休息好 成功便在过 二 谨慎休息者 应坚守得行 追求三种快乐 他人的称赞 财富的获得 此后同身善道 三 有德者能够自律 故而结交了许多朋友 无德者 伪非作弹 所以朋友都疏远他 四 无德者 恶名昭彰 臭名鸳鸯 有德者 众话所归 生育卓著 五 德行是一切善与美之基础 前驱 根源 故 仍应净化其德 六 德行是控制 是福律 德行带给新喜悦 德行是诸佛成佛的桥梁 故 仍应净化其德 七 德行是强大 一样 德行是位置的武器 德行是至上的装饰 德行是神奇的腿胛 八 德行是坚固的桥梁 德行是坚固的桥梁 德行是绝顶的香料 德行是最好的高药 向四方散发着香味 九 德行是首要的配备 德行是旅途上的粮食 德行是最佳的车辆 能驶向任何方向 在世功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时海淘法师慈悲智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 诸如红法 护森 慈善 放身 以及印证经典 免费素食等慈悲智业 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 无尽传扬 比翼大众 敬邀十方大德 八星护持 共相圣举 以让生命电视台长须诸佛愿心 继继续推动 如来法轮 往立众生 护持请洽各地中心 道场 讲堂 书房 护洽 03 989 8686 跨破账号1996 5232 顾名 生命文化激情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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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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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湛陀石谷的调科品可分为佛教造像与装饰艺术两种 早期的作品由于风化残损已经很难辨认 到了中期雕刻艺术更去成熟 本期则达到十分精美的程度 因而创造出许多优秀的作品 其中第十九窟雕刻技法纯熟 人物力量充沛 诸为阿湛陀石雕佛像的解除代表 第十九窟约开早于五世纪下半夜 属于后期肢体窟 平面成马蹄形造型 屋外设置庭院 门外壁面及庭院侧壁 有大量的浮雕装饰 以肢体窗两侧的要叉最引人注目 此二项接待宝冠 卷法尘数 面向庄严 造型显示 细节雕刻极为精致 而龙王像位于庭院右侧壁 及门壁上方 在古印度 龙王与咬叉 同时被视为庇佑子孙繁衍的守护神 两者互位于窟门 貌似有护佑佛教绵延不绝之意 几多王朝时期的雕刻 由于受到陆野院造像的影响 佛像传通兼打义 无凡复一文 神情庄严沉浸 展现出觉悟圣者的禅定之美 佛座像位于大庭右壁 后方的苏独波基座正面舌龛 内雕立佛像 大厅和侧廊间的列珠珠身 柱头及枯顶横梁 早有许多佛刊 呈现诸佛共聚一堂的庄严景象 阿湛陀第二十六窟位于西段 约开凿于五世纪下半叶至六世纪上半叶 为阿湛陀石窟中规模较大的直体窟 亦是后期洞窟的代表 以精美的雕刻著名 该窟平面成马蹄形 窟外设门廊 窟门上方开有巨大的直体窗 避免雕刻华丽 屋内大厅环列立柱二十七根 合处大厅与侧廊 列柱上雕拱眼壁 二者均布满浮雕装饰 大厅后部设速堵波 椭圆形腹波上浮雕灰天 亭头上直立伞稍有色快 基座高大正面开坎 坎内钓一尊已作佛 足踏莲花 坎侧钓有两圈薄衣贴体的离佛 两侧臂蓝 钓有等身大小的佛像 多为三尊形式 地面坎内诸佛皆有高肉计 罗法浓密 面向圆满 胜曲宽厚 着薄衣贴体夹杀 体现极多王朝佛像样式 右臂有释迦摩尼佛 降魔成道的浮雕 佛陀佛结家辅坐 右手下锤掌心向外 坐与愿饮 场面壮观 刻画神洞 位于大厅右臂的佛涅槃图 描述佛陀于万籁聚集之夜 为弟子宣说教诲 后辱涅槃的情景 佛座吉祥卧 面带微笑 神态平静祥和 祖尊身长7.27公尺 为几多王朝样式 为印度现存最大的佛涅槃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